Hello 大家好 我是Puffy 我今天要來挑戰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那就是斷食48個小時 也就是整整的兩天 我之前就有看過別人實施這個計劃 然後成功 我就覺得很厲害 然後一直也想要挑戰看看 所以就是今天我就決定來斷食48小時 那我本人是一個意志力非常薄弱的人 然後我不吃東西也會蠻容易生氣的 所以我也蠻想試試看 我能不能用意志力度過這48個小時 然後順便紀錄看看我可以瘦多少 所以這不是一個關於減肥的計劃 這只是一個小挑戰 然後就讓你們跟我一起實施 所以呢在執行計劃之前 總是要先把自己吃飽 所以我剛剛就訂了漢堡跟薯條 我們等等就先來吃最後的晚餐 然後就量體重開始這個挑戰 我的晚餐已經來到了我的手上 是我的Honest Burger 一堆薯條配上一個漢堡 感覺熱量就是會爆童 給大家看看這個漢堡 長這樣是辣的 起司口味 薯條 這麼多 我等一下吃完就會去量體重 看我現在到一幾公斤 然後看看48小時都不進時候 我到了會瘦多少 期待嗎 那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為了公平起見呢 我現在已經換上我平常的睡衣 所以這樣子就是我 穿的跟後天量體重的時候一樣的話 就不會有這方面的誤差 是不是非常的精準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認真的量體重了 好 我的體重計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拿了相機的話 我的體重計在這 但如果我拿相機的話會變太重 所以我先把你們放在這 然後用我手機的app 是可以記錄我到底幾公斤的 所以 我在旁邊放一下那個app的螢幕錄影 OK 好開始吧 這是我剛吃飽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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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 好 這就是現在的結果 61.75 61.75 好 沒事我剛吃飽 我剛吃飽 沒事 天啊 好 那我們就斷食48小時 即刻開始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 兩天後我可以瘦多少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時間呢 是晚上的7點整 所以我就是斷到晚上的7點 那我們就 開始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12點整 給大家看 斷食的時間還剩下43個小時 也就是說我只撐了5個小時 然後我現在就要來睡覺 希望睡醒之後再度過了譬如說12個小時 那我就只剩下31個小時 希望啦 好 那我們就 明天早上見 大家早安 我其實沒有到現在才起床 現在的時間是12點40 然後我早上就在耍廢話手機中度過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現在斷食的時間還剩下30個小時20分鐘 有時候 也就是說我其實也才斷了17個小時半 可是我現在就是我剛剛早上只有喝熱水 可是我現在已經有點 就是有點想吃東西 沒有到超級餓 可是就是已經想吃了 就是 我只要想吃東西心情就會不太好 好吧 反正我本來下午預約了游泳 但我現在很猶豫要不要取消 一方面是因為我在斷食 我很怕我一游完我就 完全沒辦法控制一定要吃東西 然後再者呢 就是因為我昨天去打疫苗 所以我現在手臂有點舉不起來 嗯 猶豫中 好 那我們就等了 現在的時間是禮拜一的下午1點44分 也就是說我斷食了19個小時 然後我現在想要來一杯冰咖啡 因為我今天早上都只有喝水 然後我不想喝熱的咖啡 因為今天天氣蠻熱的 然後想要解渴一下 然後我的冰塊又沒有先做 所以就等到現在 決定來做一杯冰咖啡 讓你們跟我一起 喔對然後我已經取消下午的游泳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沒辦法 就是抬著這個有點痠的手臂 然後餓了肚子 然後游完泳 然後還要再 就是一整多天都沒辦法吃東西 我覺得我好像做不到 不過呢 為了不要讓自己這麼廢 我還是預約了明天同一時段的 4點半到5點半游泳 我覺得那個時間段好像OK 就是在我斷食的最後幾個小時 5點半回來我就差不多洗個澡 洗頭髮 護髮什麼的 應該可以差不多拖到7點吃飯 是不是一個很周全的計畫 好那我們現在就去喝咖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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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薄皮 塗在迷失 放入天âteLE 放入天烤 放入天烤 哇 呀 那 它 那 好的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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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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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哇 我已經 這樣是多少 我已經瘦2.6公斤了耶 哇一整天每次會瘦2.6公斤喔 哇超級多耶 哇 好像蠻開心的 好那我們就繼續斷食 直到明天的晚上7點 各位觀眾現在的時間呢 是晚上的10點04分 我剛剛就很餓 我想說不能吃我就去洗澡 看洗完澡改變心境會比較好 然後洗完澡確實有好玩一點 好了一點點 然後就開始滑手機 就一直忍不住會被吃的東西吸引 我現在真的受不了 雖然我肚子沒有到超級無敵餓 可是我覺得我的心智已經被摧毀 我 就很生氣 其實就是沒辦法吃東西這件事 我好像真的做不到 就是啊不行 我現在很拉扯 到底不要吃啊 理智上就覺得是個挑戰 就不要吃 可是我現在當下就是很 很不開心 然後我就覺得 我幹嘛每一次給自己一個挑戰 弄得自己很不高興 所以我現在決定要去熱滷肉飯來吃 因為我剛剛看到一家就是什麼三重的滷肉飯 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現在魚無倫吃 對於挑戰失敗我還是覺得蠻難過的 但是好歹我也是斷食了27個小時 也算是一個我人生斷食的新突破 然後我就要來量量我現在的體重 好兩分鐘我就真的要吃東西了 我比剛剛還重耶 但是至少我還是比原本輕了2.2公斤 所以27個小時斷食的成果 就是瘦了2.25公斤 但還是8成可能就是沒有吃東西的重量而已 所以 哎呀 反正這次的挑戰就宣告失敗 如果有人有挑戰成功 歡迎告訴我好不好 給我一點激勵 我可能改天再找一次時間 好好挑戰一下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困難的點是 因為我這兩天完全沒有行程 要待在家 所以我就是 不知道耶 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轉移我的注意力 對 好 不管了我要來吃飯了 耶 嘿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好啊 我現在已經做完了我的晚餐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我心情下有多麼的雀躍 已經後面有多麼的亂 但是請忽視後面的亂好嗎 給你們看我的晚餐 有白菜滷以及滷肉飯 這兩個都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滷肉飯我就是做了很多 然後就分裝冰到冷凍庫裡面 所以現在就是隨時我大概三五分鐘就可以立馬吃到滷肉飯 然後呢滷肉飯的做法呢我主要就是參考Shelly的影片 所以呢我會把我那天就是試著做的那個過程放到後面的片段 等一下你們就可以看到要怎麼製作好吃滷肉飯 而且這個滷肉飯的那個肉都是我手切的喔 手工切的 不是用絞肉餒 就是會出水所以就挖一個洞讓它蒸發 然後它就會開始出油了 超級多水的 是變成油了 所以就在中間油的地方放入蒜頭 有蝋餅 用勞 Otherwise 下一個水需要河 或者更加白汁 然後再加大湯 再加大河 又大河 加小柳 切碎 然後我就 own 用蝋子 加大餐 做得到 然後把火燭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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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天哪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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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